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9月22日 星期三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呢 是你绝对想不到的 我之前我都想不到 这篇文章呢 是来自于BBC的 这个题目呢 是英国二氧化碳供应 造成超市食品短缺的来龙去脉 我一看这个题目 我就觉得二氧化碳的供应 会造成超市食品短缺 我都不知道 这世界上还需要二氧化碳 我们现在在解决这个环境问题 不就是要降低 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吗 怎么这二氧化碳 还这么至关重要呢 但是我把这篇文章 看完了以后 才恍然大悟 所以你现在呢 要跟我一块来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来龙去脉是什么 这个文章说呀 近期英国的食品供应短缺问题 经常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 先是英国脱后的海关手续 造成运输时间脱长 后有疫情期间 卡车司机人手短缺 现在又面临了新的问题 二氧化碳供不用求 就是说呢 这段时间以来 英国的食品供应是一个问题 师傅常头条新闻就说 哎呀超市里面没有食品供应了 然后人们就会分析说 这是为什么呢 那原来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脱欧之后呢 因为海关的手续问题 使得这些进口的食品呢 手续拖的时间太长了 使得超市里面的这个食品呢 供应就短缺了 后来呢 又说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呀 就卡车司机就不够了 然后卡车司机不够 运输这个环节出现问题 所以超市呢 就出现了短缺 现在说是呢 出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二氧化碳供应求 这是为什么呢 说是业内人士警告 英国生产的二氧化碳 已经减少了一半 使这个问题 引发了超市食品供应短缺 面对这一难题 英国政府表示说 将给生产二氧化碳的化工厂 提供资金复工 缓解二氧化碳短缺 造成的食品供应问题 那这个二氧化碳和食品 有什么关联啊 为什么二氧化碳 对食品和饮料行业 如此的重要呢 说这是因为 食品和饮料公司 在数百种产品中 都使用二氧化碳 我们最能想到的 可能就是汽水 因为很多的汽水 里面冒泡的那些呢 都是碳酸饮料 然后这篇文章就说呢 从汽水到袋装沙腊 装在袋子里那个沙腊 也需要二氧化碳 食品级的二氧化碳 被用于数百种产品 根据英国食品和饮料联合会的资料 二氧化碳被用于以下的这些食品 你绝想不到 我真的想不到 第一就是汽水软饮料 和含碳酸酒精的饮料 这个能想到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酒吧里的软饮料和啤酒 这个也能想到 第三个 你就想不到了 第三个呢 说是温室中促进植物生长 要用到二氧化碳 这个呢 我们细想想 好像也能够想到 因为呢 我们人要生长的话 要吸入氧气 然后呼出来二氧化碳 对吧 那植物呢 就正好相反 植物的生长是靠光合作用的 如果你学过这个生物的话呢 你就知道 这个光合作用 就是在有光线的情况下 它会吸收二氧化碳 会产生氧气 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进行绿化 我们要有这些植物 是这些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呢 它们吸收了二氧化碳 而放出来了氧气 虽然说呢 我们觉得说 哎呀植物真好 可是你反过来说呢 要想让植物来实现这个功能 那你必须得给它二氧化碳呀 所以说呢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在温室里面 因为它跟外面隔绝 所以你就得给它供应二氧化碳 然后第四呢 就想不到了 第四我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 说是在屠宰场内呀 用于屠宰之前 把那个生猪啊 活猪 活鸡什么的 先用二氧化碳给它迷晕 然后才能对它们进行宰杀 这个还真是不知道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不就是吗 你没有二氧化碳了 不能把它们迷晕了 然后这些猪和鸡呢 就不能杀 那不能杀的话 那些肉就到不了我们的手里面 是不是 所以从这个来看呢 这二氧化碳就非常重要啊 没有二氧化碳 我们连肉都吃不上 没有二氧化碳 我们就吃不上那些 温室里面的那些蔬菜 然后第五方面 用于包装肉类 婴儿食品 新鲜食品 和烘烤产品 为什么需要二氧化碳呢 它括号里面说 二氧化碳有防菌作用 可以延长保质期 这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这个肉类啊 婴儿食品啊 新鲜食品啊 和烘烤产品的包装里面 在什么地方有二氧化碳啊 就搞得清楚 这个挺让我试惊的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保持食品的新鲜 二氧化碳呢 会被制成干冰 来保持食品的新鲜 那如果这样的话 第五项用于包装 就是把它制成干冰 我们买的那些 哪个是干冰啊 哪个是干冰啊 都不知道 我们买肉的时候呢 它那个包装里面 有一个软塌塌的 有一个包装 那里面难道是干冰吗 不是很清楚 如果照这么说的话 还真是 那如果没有二氧化碳的话 那这些东西都受到影响 这些东西都不能供应 那我们吃啥呀 是不是 说有一位超市的高管 向BBC表示 二氧化碳问题正在迅速的升级 并造成严重的供应问题 他说大型的肉类供应商说 他们还有两到三天的时间 他们的二氧化碳的库存就用完了 现在不得不把仅有的这些库存 用在最重要的地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的货架子上 现在空了 就很好理解了 对吧 这文章说呢 肉联企业则表示 二氧化碳暖缺对生产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超市送货公司则透露 由于二氧化碳短缺 某些冷冻物品只有有限的库存 不过英国食品和饮料联合会强调说 英国不会出现食品短缺 但对超市和其他的食品零售商的供应 表示相当的关切 他的食品呢 不会短缺 只不过呢 对这些食品的处理 需要二氧化碳 这些食品供应不到超市去 到不了那些食品零售商的手里 这是问题 这不是也是一回事对吧 该联合会说 这种短缺带来的连锁反应 很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年底 特别是在今年圣诞 这个最重要的销售采购期 那除了食品以外 二氧化碳还有什么用呢 这篇文章说 英国仅存的二氧化碳生产被优先用于供应医疗所需 食品还不是第一优先的 第一优先的是救命啊 先要用于医疗所需 在一些体内枪劲手术过程中 应用二氧化碳主要用于建立气腑 就是腹部 建立一个气腑 刺激呼吸中枢 和去除柚子和质等 就是你皮肤上长的那个油 我知道我原来有一位同事呢 他皮肤上长好多那种扁平油 还有呢 那些质 还有呢 我看到有些人呢 就皮肤上就长那些小突出小肉瘤 做这些手术的时候呢 都要用到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还被核工业 作为冷却剂使用 它在商业上被用于灭火器 为救生阀和救生衣充器 以及作为液体溶剂 有很多东西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 用英文有句话说呢 take as granted 但是我没有意识到 它那么的重要 当我们缺了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它的重要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二氧化碳的短缺呢 这篇文章说 由于天然气批发价格飙升 两家英国大型的化肥厂 已经停工 二氧化碳是化肥厂的副产品 工厂停工 直接影响二氧化碳的供应 因此 英国的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 已经减少了60%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天然气涨价 这也是一个全球的问题啊 如果影响得到了英国 那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呀 据专家分析 要解决二氧化碳供应短缺问题 可能相当困难 二氧化碳的产量 由化肥的供应和需求决定 而不是由二氧化碳 本身的需求决定 也就是说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 还不容易找到直接的责任方 在政治的层面 政府内部也没有单一的责任方 这使得事情的解决更加的棘手 农业 商业和内阁办公室等部门之间都有责任 英国的商务大臣曾向BBC表示 政府正在考虑临时补贴化工企业 帮助提高二氧化碳的供应 看来呢 我们的生活当中缺了什么还都不行 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同时我们又离不开这二氧化碳 总结一下呢 就是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天然气价格的上涨 造成了英国两家大型化肥厂停工 而二氧化碳呢 主要是来自于化肥厂 所以英国的这个二氧化碳就减少了 那二氧化碳减少了以后呢 就不能生产那些饮料 就不能生产啤酒 温室里不能生长蔬菜 然后鸡鸭猪牛什么的 这些宰山呢 就不能进行 还有就是食品的包装 离了二氧化碳也不行 所以超市的货架就空了 我在加拿大 我去超市 我好像没有感觉到货架子上面空了 我感觉到货物的供应没有那么充足了 但是呢 没有感觉到空了 请观众朋友们给我留言 如果你身边的超市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 好 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